他冠進去之後 他發現沒多久之後 就肚子劇烈的疼痛 痛得非常厲害 然後大概沒撐大概多久的時候 就開始腹瀉 開始流血 他覺得說狀況不對了 他就趕快跑到醫院的急診室去 女生便祕的情況 比男生來得嚴重 其實就一般的統計來說 大概是男生的2到3倍 其中一個滿主要的原因 是跟女性的荷爾蒙有關 像我們的女性荷爾蒙 磁激素 動型激素 這些它會影響我們 腸道的蠕動上會 所以你可以發現 我們女生她如果在生理期之前 或者是排卵的時候 比較容易便祕 如果生理期來的時候 有時候排便會比較順暢 或甚至有點拉肚子 有時候會這樣 那甚至有一些人 就是跟女生之後 他變成 他以前可能年輕的時候 排便很正常 他就很奇怪 到了年紀比較大之後 就慢慢便祕 脹氣就出現 這個跟荷爾蒙有關 我們有看過一個 比較特別的案例 他是 他就是因為長期的便祕 他就吃了很多方法 那其中有一個他就是 就是試著喝咖啡 咖啡它有時候會有些 調整我們的自律神經 他一開始的時候 他就是每天喝一杯 結果他就可以上 只要一喝一點咖啡 他就是排便 後來發現 越來越沒效了 喝到兩杯 三杯 最主要的問題就是說 他發現晚上很容易失眠 睡不著 其實這樣很容易心急 心跳的時候會快 人不舒服 後來人家他的朋友 就是網路上有看到是說 有一種那叫 就是不要用喝的 用灌的 這個實際上有這種 可以說是偏方 偏方 實際上是偏方 這個其實從大概 1930年代 就有別的國家 尤其是泰國 常常有做這種治療 他們一開始 不是要拿來治療便祕 他有時候在治療癌症 或者是說可以降血脂 但是這畢竟是偏方 可是他這個 這個29歲的女生 他就是在家裡 自己這樣嘗試 那一般灌進去 其實還要憋個10分鐘左右 大概有時候 一般他們說 準備500cc左右 這樣灌進去 憋個10分鐘 然後再把它排掉 可是他灌進去之後 他發現沒多久之後 就肚子劇烈的疼痛 痛得非常厲害 然後大概 沒撐大概多久的時候 就開始 開始流血 他覺得說 狀況不對了 他就趕快跑到 醫院的急診室去 到了急診室的時候 他其實 一開始的時候 實在是 就覺得害羞了 不好意思講 他不敢講說 自己用咖啡來灌腸 因為年輕人 你說這個 突然解血變一定有問題 後來就做了一個直腸鏡 坐進去看 發現其實 才沒隔幾個小時 整個腸道都是潰瘍 大小小的潰瘍 而且都焦掉 可以說是焦掉 焦掉 他事實上應該是 太燙了 就那個咖啡 他搞錯了 你知道嗎 你應該冷得再灌吧 冷得再灌 因為平常我們嘴巴 他這樣喝 其實40度C 50度C 看我們喝得下 他搞錯了 因為我們嘴巴的黏膜 我們叫口腔式 叫做靈狀上皮細胞 他這個是比較耐高 我們耐高 我們嘴巴喝食道這些 其實實上可以耐高 可是我們的大腸 我們叫做柱狀上皮細胞 這個細胞是不太耐熱的 不太耐熱 其實他掃漏看掉 有的教學的時候 會告訴他 你要放靜置至37度 對 你要讓他冷掉的時候 跟人體溫差不多 對 要跟體溫一樣的時候 你才能灌 你這樣直接灌下去 他就想說泡好了嗎 就放一下 你腸子都熟了吧 真的 他可能就真的叫 這叫做 等於是燙傷 就有點像是燙傷 然後整個潰癢得非常厲害 然後後來醫生就說 你這個要住院 他也不敢 不好意思 他實在是講 他就覺得說不行不行 他就趕快跑回家去了 就是那種從急診 他就知道他的狀況 然後後來他就說 我們診治療就好了 我不敢住 我不想讓朋友知道這件事情 這個是非常好笑的笑話 對 你怎麼會對了 燙到 對啊 那後來他做了怎麼治療 後來就是用肋固醇 我們有那個大概塞劑 或者是 所以也可以喔 治療方面的話 像這樣子的這種燙傷的方面 有的時候 用晚常的肋固醇或塞劑 後來他差不多一個多禮拜 都是吃流質的食物 然後慢慢慢慢 後來追蹤起來 大概一個月左右 他整個黏膜 才恢復正常 所以這個是要小心 是 我也聽過這個咖啡的 但是沒有人用這麼高溫在關 對啊